浓浓黑烟不断蔓延 整片天空完全被遮蔽 远处还能看见橘红色火光正在燃烧 仿佛世界末日 拍摄民众更是不知所措 这晚如电影般的场景就发生在俄罗斯 气候变迁之下 西伯利亚2021年发生灾难性的森林大火 还一路烧到年底 然而今年西伯利亚野火却提早开始燃烧 包括西伯利亚三大地区 邱明 厄木斯克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都有火 其中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更有超过60处民宅都被烧毁 民宅被烧成废墟 一旁的桥梁更是烧得看不清原貌 树木也变成枯枝 火势甚至蔓延到墓地 上百座墓碑都被烧成灰烬 旁边的围栏也东倒西歪 仿佛刚被炮火蹂躏过 消防员到处灭火 但火势面积几乎失控 当局指出有许多火灾 是人们非法燃烧草地 又有强风助长而造成的 不过根据绿色和平组织表示 这波野火并不正常 烟烧面积恐怕会是去年的两倍 俄罗斯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森林大火 乌克兰战事都还没有结果 俄罗斯国内就面临大自然的反扑 对普丁来说 现阶段恐怕是蜡烛两头烧 东西亚国中心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